你好 欢迎收看2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6号是春节离去假期之后一天 根据南澳交控中心的统计 在截至上午10点左右 书花南下往花莲方向车流量有1693辆 北上往宜兰的方向有5371辆 也提醒所有用路人要循序渐进耐心驾驶 依据南澳交控中心指出 6号依据昨日的树运状况研判 在南澳至东澳 南澳市区 书花改 观音古风隧道 中仁隧道 和平及崇德等 北上路段仍然可能产生许多情况 提醒用路人可以先透过幸福公路APP查询路况 并规划北返行程 避开尖峰路段上路 预测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 崇德所报告 目前台九线崇德段崇德管制站 南北车辆稀少 交通顺畅 公路总局同时也提醒用路人 可以透过收听景广频道 沿路 电子看板及车道管制灯号 取得及时路况 如果感觉到精神不济 建议在适当的处所稍作休息 或是替换驾驶才能够平安回家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过来 保持下注定